前文哉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五天石洪闊海探聽到消息 知道五雲兆去過朱家莊找朱產才離開 翌日他們就去找朱產 問清楚經過 知道五雲兆已經去了河北里子通樹 朱產又抱了五雲兆的兒子給他們看 五天石一見那個小孩 想起五家避害的種種慘事 不過淚流滿臉 他說 乖侄!乖侄啊! 你快點長大成人 等大過了大伯爺教你練武 練好武藝為我們五家報仇雪恨 他一發惡全身地出力 不覺得他把小孩的頸子弄痛了 小孩就嘩嘩的哭了 朱產老母就說 你千萬不要嚇壞小孩 五天石笑起來說 我只顧著發誓 那乖侄我也忘記了 朱產說 對了,你們餓不餓 五天石就說 老實說 老實說 我真的餓得肚皮貼背 張德陸連忙張羅擺酒煮飯 有現成的老牛肉、老雞蛋 大家坐落開懷暢飲 在喝酒之間 五天石就勸朱產帶人馬搬去南陽城 這樣人馬可以合在一起 而且有誠可守 大家都說有道理 商量定了 朱產過了幾天 帶著村民搬去南陽城 於是南陽城漸漸漸成為人煙籌物、貨物雜散的地方 朱家莊就剩下年老體弱的人在看門口 這一天 朱燦、張德陸、五天石和洪闊海一起喝酒 張德陸就說 你們各位一邊喝一邊聽 我有幾句話 你們聽聽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他們就說 有什麼話你儘管說 這樣的 所謂人無頭就不幸 了無此不非 既然我們有這樣的氣勢 又佔領著南陽關 是不是我們應該扯起之旗 大公子五天石你又做南陽王 現在昏君陽廣無盜 天怨人老 從古到今有這樣的說話說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 有得者居知 無得者失知 無得者應該讓給有得者 從今之後 你自立南陽王 招兵買馬 聚草存糧 各樣事情都辦得民心歸順的 我們勢力必定一日大過一日 終止有人 又要攻打長安城 皇宮金殿 難道我們兄弟不住幾日嗎 你說我覺得對不對嗎 朱鏟和洪闊海聽了就說 沒錯 有道理 所以五天石我說 立南陽王是應該的 不過我就不能做 我要和寬海大公去河北鳳鳴關 找我兄弟五魂照 但是我說 南陽王還是朱鏟來做得對 洪寬海就說 沒錯 朱爺你敢這樣做 現在你做南陽王 明天我們殺到長安 你就是皇上了 朱鏟聽了嘻嘻大笑話 哈哈哈哈 我打柴老出身的窮老仔 我怕什麼 我敢做什麼 你們大家保我 我就敢做南陽王 那三個人十聲站起來說 你是南陽王 你就坐在當中 以後打到長安 你就是皇帝 朱鏟坐在當中 他說 既然現在我是做皇 將來是皇帝 你們快點扣頭給我 那三個人真是跪在朱鏟面前 扣頭他說 我皇萬歲 萬萬歲 朱鏟就說 好了好了 我如果真是做皇帝 我封你們三個做一字並肩王 那三個人一齊扣頭謝恩 謝主龍恩 說完四個人一齊放聲大笑 各位 聽到這些話 你們會說 喂 搞真 是啊 唐唐大徐朝 就說被這些有肝膽的義士搞來搞去 就推翻了 過了幾天 過了幾天 南陽關的四門就掛起了南陽王的旗號 那面旗是長方形的杏王旗 上面有紅葫蘆罩頂 一左一右是青短雙邊 下面是白短的燈籠碎 旗上面打橫秀著三個字南陽王 下面正中的一個大月光 上面秀著斗大的一個珠字 張德陸又幫手整頓隊伍 又貼出告示說明半反徐朝的道理 招兵買馬聚草存量 那些被迫破產的窮虎百姓就紛紛來投軍 人們就越聚越多 勢力就越來越大 我們以後講到四平山 截殺昏君陽廣 總共有十八路返王 朱燦就是頭一路返王 那五天石和洪闊海 看到南陽關已經立穩了根基 就和朱燦張德陸告辭 要去鳳鳴關找五魂照 臨走的時候他就祝福說 如果徐朝派兵攻打南陽 這裡人手不夠 就可以去釣陀螺寨和金頂太行山的人馬 還說如果找到五魂照之後 他們就會盡快回南陽關 兩個人就起程去河北 這就不講他的字了 現在講河北鳳鳴關的元帥李子通 他早就聽說五家全家被抄斬的傳言 但他又不敢含冷信 他心是十五十六 這一天忽然家人來品報說 姑爺五魂照來了 然後五魂照搶步來到書房 跪在李子通面前放聲痛哭 惡苦啊 李子通一看這個慘情 知道五家全家被害是真的 眼淚跟著啪啪聲的流 他連王扶起五魂照 問起五家的事 兩個人又是抱頭痛哭 李子通說 我那個苦命女аюсь 她現在怎麼 observing 祂蹭時 היא她完全失望了 YIKO 徒弟弟 李子通當場勇在那裡 李子通和五件章的关系是最好的 李子通就最喜欢五文照了 喜欢他文才好 武艺好 人品好 上贸好 他自己是母子 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叫做冯竹 二女儿叫做冯兰 李子通就把大女儿冯竹取配给五文照 他结婚只有一个夫妻十分和美 五文照得闲时时进府和岳府谈诗论文 广武论阵 梁雍世是极之好感情的 后来逢竹就生了个女儿 就很好 谁知道这个孩子女儿未满月就腰折 逢竹产后受风 亦都死了 从此之后 五文照不去岳府家 为什么呢 他怕岳府岳母见到他 就想起他们的乖女儿 心难过 李子通见到五文照这么好 这么懂道理 又把二女儿冯兰 取配给他 今天听自己的二女儿都死了 怎会说不伤心到云呢 当李子通醒了之后 五文照将妻子写的信 交给岳府 李子通一边看信 一边流眼泪 他说 云照 你不用急 先皇已经死了 我去找靠山王阳林 他是个讲道理的人 他不会放过分军阳广 如果阳林不能够秉公办理 我亦要作犯 过了无奈 他们都未曾去找阳林讲道理 五天石和洪阔海到了 大家见了面 悲喜交杂 他两个人就将在南阳关 立了朱灿做南阳王的事 说给李子通他们听 他不断劝李子通 也立起反旗 五文照和李子通说了 我说虎大人 你说去找阳林讲道理 我看也是空废口舌的 就算他评了你 说分军错了你又怎样呢 人都死了 硬有道理有什么用呢 李子通听大家这样说 下了决心了 他说 反 反啊 第二日 奉明关城头就扯起反旗 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 南阳关作反 凤鸣关作反 难道徐阳帝阳广不知道吗 咦 早就有告急文书送上朝廷了 但是呢 全部被丞相语文化及压住 而且这个徐阳帝呢 他一两个月都不上朝了 就算是语文化及奏章给他看 他都不理得那么多了 为什么呢 他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 立刻就要了先皇的孙华夫人和荣华夫人 他嫌宫女太少了 下了道圣旨 要在全国选出色的美女送来京师 那 徐阳帝这道圣旨就真是无陰功了 使得无数年轻美貌的姑娘受到侮辱和迫害 各处地方官就乘机敲诈勒索 很多人家 为了自己的女儿不要被选中 就卖房卖地来送礼给官府 很多人家搞得骨育分离 很多少女自尽身亡 就算退一万步港 如果那些美女送到京师应选 还算万行 有些都未到京师 就被那些官员租撻了 或者转手卖去做妓女 那些更惨 徐阳帝阳广不理朝政 终之无日 在后宫亲自来到选美 选中的就成为奔妃 不够奔妃资格的做妓女 他挑选了三公六丸 七十二妓妃 而且妓女五千人 陈后主 就已经出了名 是个号色分君 徐阳帝阳广 他宫中的美女 超过陈后主成倍 他更加芳荣无耻 是个商料的走息之徒 徐阳帝阳广四父散位的第二年 那天 他在金殿之上下了一道圣子 正式改改年号做大业 拆立萧妃做皇后 为了庆祝这件事 阳广又下了一道圣子 大赦天下 一声大赦天下 那全国的各州府院 收押在牢的犯人 不论他的罪名大小 一律就会放出牢 谁知道在山东东窗府 东阿远一房 放出一只大老虎 哇 大老虎都是牢来的 又不是动物园 各位 这只大老虎是人 程老虎 大英雄 乃是程咬甘 程咬甘豪之哲 乃名叫一郎 他爹叫程宅臣 在南辰做到长春关总镇 那年程咬甘一出世 是个大头轰 面如青泥 发尺珠沙 高拳突眼 他妈妈莫士夫人一看 哎呀 我们这个儿子 为何生得这么难看 好了好了 就把他叫做阿丑 因此他的赖名又叫做阿丑 程咬甘七岁那年 杨坚杨林第三次兵阀南辰 马铭关总镇秦仪和杨林打了三日三夜 战死沙场 关菜失守 随君打到长春关 总镇程宅臣率领兵马出关迎敌 他手上一把鞠齿飞连大砍刀 哇 真是凌厉勇猛 杨林劝程宅臣献关投降徐朝 就封他高官厚禄 但是程泽臣性情刚烈 凌为玉碎不为雅全 杨林劝寒无效 交锋时又连下独守 终于程泽臣死在杨林的水火 囚笼棒下以身殉国 长春关失守 夫人见到丈夫阵亡了 就唯有带着程咬金走难 母子两人跟随着难民走 就来到山东东窗府东阿苑 在班溝镇找到一间屋住 同一个积极柴扒卖的黄老尔 是做了邻居 眨眼又一年了 程咬金就到了八岁大了 程夫人就把程咬金送去私塾读书 第一天上堂 老师教他读千字文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程咬金就无心机读书 老师生气起来就拨他一戒方 他一闪闪开还踢到老师一脚 当堂踢到老师踏在地里 老师生气得牙牙牙牙牙牙了半日 他就说我不教你 就将他送回家 程夫人就说 先生 你为何把我儿子送回家 老师说 我一打他 他踢到我跌了一疚 我无法教他 那等一会儿我管他 再送他上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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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送他来 我不敢教他 我不敢教他 老师走了 程夫人责问程咬金 程咬金就说 妈 你不要叫我读书 我一读书就头尺了 他妈就骂他 叫你读书你又不肯懂 但是你大过了 还开眼瞒工你就知道了 他妈妈的口是这样骂 但是我心想的是什么呢 哎 丈夫阵亡了 孤儿寡母 中下个儿子都要的 他不读就不读 那程咬金从此之后 就困着一群年轻人 周时打架夜市生非 那家里就热闹了 天天都有几个人来到告状 看看你们是丑啊 打到我儿子那样 做老母就要出来安抚人家了 他就说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了 等会回头我打他 等到程咬金长大了 依然是整天这么野事打架 比如说 在去镇那里 有些人装定的局来骗人 专门骗那些老实的乡下佬 程咬金就等人生意就快做成了 上前就要分钱 人家不准他 他走过去一巴声过去 下面就踢了一脚 那些人怕了他 好了好了好了 你大了你大了 给你 给你得了吧 那些出老千 开倒害人的 到晚头刻分肥了 程咬金照例来拿钱 你给不给呀 不给咯 不给是吧 好 你看看老爷的拳头 哇 沙宝那么大的拳头 大家没法子了 打架又不够他打 打官司吗 他又不怕坐牢 因此大家就起了个花名 给他 叫做程老虎 即是说他好像一只老虎 走到哪里哪里就怕 但是这样 程咬金分人有着好处 他从来不打好人的 他还将抢到的不义之材 分给穷人 老实人都赞他 说程大哥 你这样一来 我們這裡的騙神騙鬼的行當 真的少了很多 真的好 只是打壞蛋不打好人 程咬金就說 如果我只是打好人 我算是甚麼英雄 程咬金還有一件可取的 怎樣呢 他在外面打了架 回到家 只要他媽媽對他瞪著眼睛 他立刻就認錯了 我以後不敢了 我不敢了 就這樣打打鬧鬧 鬧鬧打打 程咬金眨眼又十八九歲 有一天 程夫人就跟他說 阿丑阿丑 我問你了 你爸爸死的時候你多少歲 七歲了 阿丑啊 我們走難來到山東 雖然說爛船還有三斤釘 但是現在 唉 阿丑你看一下 真是家兇物正了 你經常在外面跟人家煞氣 打架 打官司 不做正經事 唉 人家十歲的小小孩而已 都會買些生物來賣一下 賣十個賺三個 你就懂得坐吃山空 那你要怎樣才行呢 你難道真的想餓死你媽媽嗎 程咬金聽了 媽媽 你不用憂心 我出去賺錢 我不准你在外面打架的 媽媽 我都說你不用憂心了 我無論如何都不跟人家打架 程咬金走出屋子一想 哼 我去哪兒賺錢呀 你還是要打官司呀 各位 人家打官司就看贏呀 程咬金打官司就不是吧 他看輸 輸了就要坐牢 因為一坐牢就有飯吃了 那個年代呀 在牢裡面呢 困他全部都是避不含冤的窮人 不只說飯吃不飽 還要天天捱打受罪 程咬金坐牢就不同了 他入到牢 上至牢頭就下至欲卒 個個都要聽完他的 他第一次坐牢的時候 有個牢頭想欲負他 程咬金就說 你頭 我犯的案是打架的 幾天我就出去的了 你家裡在哪兒 我知道了 我們就在外面見了 你儘管問問人 我叫做程老虎 哇 牢頭都怕了他 以後每次入牢 牢頭都要打四兩走 跟他接風 哈哈 今天程咬金出了大門 想來想 他都想不到其他謀生的辦法 結果呢 還一想就想到打架 坐牢這個方面 哪個看到程咬金來 哪個都躲在一邊 他一去到那裡 那些人就說 好吧 走開一點… 52 corrupt 程咬金 跑了半天 都不能用打官司的藉口 想夜視生飛 打官司也不是說容易 走到一個山坡 那 kot了 各位怎麼可 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